靈鳩山是當年佛陀說法的地方 如今是佛教的八大聖地之一 恰逢印度獨立日 全國放假 來自馬來西亞 新加坡和台灣 三國慈激志工 特地一步一腳印 步行約四十分鐘登上說法台 大聲誦讀鎮言上人手抄的無量易經 圓了七十多歲 仁醫會護理師林金燕的願望 我在誦經的時候 我坐下去 我就坐下去 我盤腿 我竟然沒有 我沒有把我的腿換來換去 就是一直坐坐坐 盤腿到整個經送完 我才站起來 不只在佛陀成道的地方 我們還去到當年佛陀先講 花花經 無量易經的地方 這個是非常難得的因緣 所以我們非常把握 那更重點就是我們不只是聳讀 而是要把無量易經的精神 把它做出來 不僅是在靈鳩山以法相會 這座建於西元前254年的精神 歷經無數次的修建 志工沿著正絕大塔四周 兩字一步 落佛繞法 我們希望能夠再繼續 2500年把佛陀的這一份精神 慈悲為懷的精神 能夠延續到未來 能夠把這份愛 能夠不斷地延續下去 在大樹下精進修行 周圍有許多在此送經的法師 和修行者 志工依然專心 各有所得 大愛新聞 真善美志工 朱秀蓮 張鈺芬 葉敬鴻 李婉師 印度報導 李婉君 李婉君 李婉君